完啊 新的球季即将展开 记者偷偷来看球队练球 不是 是来专访达新工程来球队啦 那我们创办人成立这个篮球队 当然是因为他有本身 他对篮球有很大的热忱跟兴趣 那最重要的是觉得说 可以在企业有赚钱以后 觉得可以为尽份心理 为政府 为国家 可以栽培好的篮球运动选手 达新工投入体育产业 长达二十年 至今投入超过十亿元 我们一年的支出 大概四千多万左右 房地产不景气是这几年 但是球队已经成立了二十几年 我认为投入这个篮球事业 其实这类公司是有 很大的正面的加分 也很大的帮助 除了培养篮球选手 若球员卸下战袍 能依照自身的兴趣 辅导进入不同领域 我是这场资议 我进入达新工程 已经从球员到工地 已经大约七年的时间了 我当初是因为我面临了 身体很严重的受伤 那时候王老板 他让我有个机会 然后来学盖房子 我现在也会考到 公寓主任牌 达新也栽培我到 现在的时候可以掌管一个工地 然后让我可以 可以过得有未来的生活 除了辅导进入工程本业 也能选择在球场担任教练 前两年公司这边同意让我 去彰化的一间学校 中州对待也去执教 现在回到了达新 然后公司也让我承担助理教练 张志峰目前为达新篮球队队长 及台北势力大学讲师 对篮球的热爱 让他在达新一待就是16年 在达新的16年之中 跟大家好像像家庭一样 因为我现在觉得 我自己还可以打 我就一直想要打下去 王才想感性地提到 创办人及董事长 给他们打球的舞台 我能给他们退休后的舞台 蔡惠君彭仁义采访报道 未经许可,多谢人民帐